好的 晚安 这些国际呢 首先看到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他们最近就宣布 包括厦门舰 扬州舰 以及滨州舰在东海的海域 现在呢他们进行了一个 士兵试弹的演习 那么东部战区呢 他们还在8月初的时候 就释出了一个影片 那么根据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报道 这个是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他们当时呢就针对了台海的情势 表达一个全时代战 全时能战 那么这些影片 它的名称叫做底气 影片内容也包含了 大陆围台军演的时候 当时的火箭军部队 他们攻台的一个动画 那么这个影片呢 释出的时机点 其实呢也正好是在大陆 八一建军节 以及美国对台湾 援助报道曝光之后 这个时机点呢是非常的巧合 那么大陆的东部战区 他们重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以及反对台独势力的一个讯息 那么其实呢 东海台海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呢 在南海方面 大陆和菲律宾 他们也是再一次的在仁爱交交锋 那么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 在昨天6号的时候就谴责 大陆的海警 他们是做出了一个很危险的行径 当时呢就对菲律宾的船只 非法的可以看到呢 是使用水炮 他们表示这个是非法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目前呢 菲律宾他们先释出了当时的画面 先来看一段画面 还原现场 那么画面中大陆的海警船当时的水炮是以斜角度的射向海中 但是呢 两艘船可以看到距离确实是非常近 而在随后的画面中呢 大陆海警船更是直接挡住菲律宾船只的一个行进方向 那么这个水炮事件呢 是发生在两天之前5号的时候 当时呢 菲国的海岸防卫队 他们正在护送补给船舰通行 不过呢 大陆的海警船却朝着菲国的船只发射水炮 而这个地点就是在南沙群岛的仁爱礁附近 那么这个事件过后呢 菲国也就指控了这个是大陆对菲国船只的一个过渡还有攻击性的一个行动 他们表示呢 菲国就说了这个他们大陆呢 是无视船上的人员他们的安全 而且呢是违反了一个国际法 那么大陆海警官方呢 6号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表示 他们做了一个回应 说是菲国8月5号的两艘补给船和两艘的海警船 他们呢事先未经大陆政府的一个批准 非法闯到了南沙群岛仁爱礁的邻近的附近海域 所以呢中国海警他们才会依法来实施必要的一个管控 那么事后呢 每日也就力挺菲律宾 美国国务院更是表态 大陆呢 他们是一再的威胁到了南海的现状 直接就威胁到了地区的和平还有稳定 那么针对这个危险行动呢 华盛顿和菲律宾的盟友 他们是站在一起 这个是美国方面他们的说法 那么日本呢 看到日本 他们也表示 对菲律宾表示支持 补充呢 陆方他们侵犯 合法海上的一个活动 说这个是完全不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现在呢 可以看到中非争夺南海主权的 主权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呢 在捍卫海上的领土 不过呢 同一个时间点 美中两国也是在亚太地区 他们是明争暗斗 加剧情势的一个复杂性 而在东北亚呢 中俄两国也是加大力道 展示军事力量 提高一个战略的影响力 那么中俄海军呢 11艘舰队组成的联合舰队 日前呢 可以看到他们是巡航到了 距离阿流深寻岛不远的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外海 那么专家呢 就认为这个行为呢 是非常挑衅 挑衅的意味是相当浓厚 那么尽管呢 中俄的舰队 他们并没有直接的 进到美国他们的领海 但是呢 美国的海军人士 派了四艘的驱逐舰 以及P-8海神式的预警机 对起来监控 但是呢 为何会说是高度的一个挑衅 这个意义呢 又有什么样子的含义 首先呢 先看到中俄就整理了一个 两国海舰 他们的一个行进路线 两国海军呢 他们是在 7月28号到29号的时候 当时就穿过了 日本北海道 和俄罗斯 撒哈林岛之间的 国际海域 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中古海峡 驶进到了俄祸刺客海 那么接着呢 一路呢 就往上开 开到了 开往阿拉斯加的 西南方向的 阿流深群岛附近 尽管呢 这个中俄的舰队 他们并没有 直接进到美国 他们的这个领海范围 但是呢 美军他们还是呢 就提到了 他们是派了这个军舰 来进行一个监控 因为呢 专家就认为 这个行为 已经被视为 是一个高度的挑衅 而且呢 是逼近美国海岸 最大规模的一个 外国军舰 那么分析就认为呢 指点中俄合作 其实呢 他们就是针对 美日和同盟而来 那么对于中俄舰艇的行动 前驻纽西兰大使 建文记 他也提了一个观点 他认为呢 就现在这一次的航线来看 其实呢 基本上就是中俄 他们在战略上面的 一个威吓行动 因为呢 如果大陆 他们要威胁到 美国他们的本土的话 走北边就是比较快 比起南边呢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快 很近的一个距离 因为呢 这一绕就绕过了 美国他们的岛链 三岛链的一个防线 等同呢 大陆他们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 就突破了三个岛链 对美国呢 他们的本土 是直接造成了一个威胁 这样子呢 才可以解开 目前美国他们其实呢 都把军事力量 放在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的这个地方 聚焦这个地方呢 所以 因为呢 现在如果只威胁到了 美国本土的话 海外的舰队 他们就会回家 来防卫自己的本土 所以呢 这个行动是 具有战略性的行动 先来听一段他的分析 中国大陆要威胁美国本土的话 基本上走北边这条路 对啊 远比走南边的那条路 这就是北边这条路 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 一定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要突破第三岛链 对美国的本土造成威胁 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解目前 美国把所有的这个力量 不断在这个 中国大陆第二岛链 第一岛门口 施压的这样子的情形 你只有对他造成直接威胁 你才能够 怎么讲呢 就让美国重新去思考他的战略 那目前2023年 全球地缘政治最直接的一个冲突点呢 其实还是在欧欧方面 那面对持续升级的战事呢 由沙烏地阿拉伯所主导的 国际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的会谈 在吉达是进行了第一天的一个讨论 那么根据了解呢 与会的42国的代表 他们普遍认为 国际法的中心原则 应该是要成为未来俄乌和谈的一个核心 一个中心点 那么其中呢 就包括要尊重乌克兰 他们的主权 还有领土完整性 与会呢 大多数的国家 他们包括了美国以及中国大陆在内 他们也都表示呢 愿意在未来几周再一次的举行 同样形式的一个会谈 并且呢 是会把俄罗斯 他们排除在外 那么对此呢 俄罗斯方面 他们就声称将会密切的关注这个会谈 同一个时间呢 又表示可能这个会谈是一个骗局 那么面对呢 持续升级的俄乌战士 俄罗斯 现在他们就指控 乌军呢 他们在战场上是使用了极数弹药来攻击盾内刺客 并且呢 是以音质的暴风引飞弹 炮击克里米亚的两座大桥 那么俄军呢 他们则是对乌国的空军基地 进行一个猛烈的炮轰 而且呢 前天的时候还击中了一个书写中心 那么现在呢 面对交战的一个时刻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就表示 多亏呢 有了美国的爱国者 以及德国的Iris-T的防空系统 这也让乌克兰 他们取得空防的显著成效 熊熊大火照亮了夜空 俄军控制的乌冬盾内刺客一所大学建筑物起火燃烧 上百名消防员前往灌旧 一位摄影师为了躲避炮弹把腿就跑死里逃生 俄方指控这是乌军使用极速弹攻击的结果 并且声称乌军利用英制的暴风 隐藏成飞弹炸损克里米亚的两座桥梁 画面也显示桥梁被炸出大洞 至于俄军则是对乌克兰西部的空军基地 发动猛烈空袭 乌方表示航台公司马达西奇处设施遇袭 此外乌东哈尔科夫州的输血中心 也遭到炸弹击中现场一片火光 不过乌国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美国的爱国者以及德国的Iris-T防空系统 发挥了成效 而美国媒体则是独家爆料 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的海军 以11艘船舰组成的联合舰队 使进阿拉斯加外海 是逼近美国海岸最大规模的外国舰队 此举是前所未有 被认为空前挑衅 而针对美国加速提供台湾军备 俄罗斯议长则是认为 美国面临失去霸权的风险 正在把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至于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导的国际和平解决俄乌战争会谈 与辉的42国普遍认同应该尊重乌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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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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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